對抗疫情又有新的藥物出現 陽明交通大學研究 發表這一款檢毒中藥 靜冠方 包含連鞘 黃禽等五種藥材組合 經過動物實驗 發現可以降低感染風險 兩個很重要的蛋白質 這個一個叫做ACE2 一個叫做TNPRSS2 靜冠方或許是對於肺脹細胞 這兩個蛋白質的調控 然後來達到一個預防的功效 通過服用或是蒸汽吸入 就可以降低體內 關鍵兩個細胞膜上的蛋白 與冠狀病毒結合 達到預防的效果 研究人員點出 兩類人適合服用靜冠方 包含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因為身處染疫高風險環境 服用之後可以降低 遭到冠狀病毒感染風險 另外則是已經有輕微重的患者 能讓症狀緩解 避免病情加重 畢竟這是一個中草藥 所以基本上它的使用 還是要必須經過 中醫師以及醫師的一個 處方籤的開立才能使用 不過提到新冠病毒以及中藥 不免讓人想到之前研發出來的 輕冠一號 主打可以治療染疫患者 研究單位也點出兩款藥物 其實從研發出發點就有所不同 一些觀察來看我們還是說 給這些第一線醫護人員提早服用 那如果可以達到預防 或是檢毒的一個功效 才是我們最想要看到的一個情況 實際比較看看 健冠方主打預防效果 透過阻斷細胞蛋白與冠狀病毒結合 達到檢毒效果 至於輕冠一號則是重於治療 用於染疫患者減緩染疫後的症狀 不過指揮中心也強調 雖然動物實驗中證實 健冠方能有效降低染疫風險 但無法取代疫苗 民眾要能有效避免染疫 還是應該儘速接種完整疫苗 才能有強效防護 東正新聞盧品農李嘉明 在台北報導